亞洲棒球錦標賽 中華隊交手難寒 不如外界預測 起戰是有林安可 或是呂彥青掛帥先發 總結郭里建夫推派吳昇峰 當然先發投手 結果他老兄也很生氣 前四個半局不僅會讓對方越過雷旗步 五局上二壘有人 還成功牽制離壘過遠的韓國跑者 少了對點圈有人的壓力 吳昇峰再痛少人傷老K 總計今年主投五局 僅被敲出三支零星安打 沒有十分 不過中華隊打線前五局 也只出現一支安打 沒能突破封鎖的情況下 就得仰賴投手群多多幫忙了 六局上由王正浩登板中計 儘管一上來就被敲出一支右外野安打 但王正浩沒有因此慌了手腳 連續送出兩次三陣 且捕守黃家瑋 還抓到已經起跑了一壘跑者 傳向二壘刺殺出局 漂亮Double Play 幫助中華隊力保不失分 平手強局維持到八局上 表現出色的王正浩 卻在二壘友人時 被帶打上陣的李浩岩 敲出左眼安打 二壘跑者李勝貴一路往前衝 撲回本壘得分 南韓首開記錄 不過組場作戰中華健兒 任性十足 下個半局連續兩支安打 攻佔一三壘 廖俊凱在急速強勁滾地球 穿越行程安打 三點上的蕭伯廷順利回來 中華隊成功追平戰局 且九局雙方都沒有得分 也就是說 比賽要進入延長的突破僵局制 中華隊在時局上因為爆頭 場地安打丟掉一分 但下個半局 南韓投手已出現爆頭 讓場上前無人出局 二三留人局面 楊正義實時敲出三點方向安打 轉進一分打點頒平比數 最後對方故意摔球保送 無人出局 蠻磊 又輪到廖俊凱 三點方向滾地球 對方沒有接手 三點跑者回來 這是一個再見事物 中場中華隊是以三比二 驚險擊敗南韓 全隊上下衝上場 競爭難得的時刻 也收下預賽的第二勝 距離一組的日本 繼首戰以三十比零 口鬥香港 今天交手巴基斯坦 是以四三比一勝出 以B組第一的姿態 順先取得四強門票 環球新聞綜合報導 最後呢是把三連上